香港小姐競選了 要習慣了選舉了 看看今天香港小姐的選舉結果是怎樣 好心急看美女 好 看看美女是怎樣 歷價的香港小姐競選之中 個人得到最多獎項的 要算是96年的冠軍李珊珊 她個人囊括香港小姐冠軍 才藝小姐 最上鏡小姐及最受傳播媒介歡迎獎 四個獎項 成為你駕香港小姐的一項紀錄 剛剛我們重溫完珊珊這項的港姐之罪 不知道今年的嘉禮又可不可以得到這麼多獎 而今年新增節的東方美太大獎 又會花落在家 不如我們看看最後四位嘉禮 為我們介紹她們的東方美 我有均勻的真斷 加上一把長頭髮 穿旗袱就應該挺好看 而我重視家庭觀念的美德 就充滿東方女性的傳統味 我有東方人傳統的鵝蛋麵和含蓄的性格 至於其他優點就來帶大家去發掘 我覺得自己比較成熟 性格又含蓄 至少是學習古典舞的 所以給人的感覺也是極具古典東方美 我平均的身材 無論穿旗袍或者是泳裝 都應該能夠顯現東方女性的線條美感 嘉禮就充滿著東方美太 昨晚介紹的決賽晚中就充滿著六朝變化 想不想知道在舞台設計方面 怎樣強調中國色彩呢 不如我們來聽聽 負責大會舞台的設計師他介紹 今年港姐決賽 我們舞台設計方面 我們用了中國歷朝的背景做主題 配合版製作部 我們分別有唐宋、姚詠青和秦朝 而秦朝我們會有兵馬俑 清朝會有石房 而唐朝會有花燈 還有今次跟歷界的港姐最大分別 就是我們有了最多的機動轉景 在這個節目中出現 在未欣賞完這麼大型的機動轉景之前 大家不妨投票 替他們打起先 本地的朋友 就可以打香港小姐 軒銀區會應東電話 投票線90030997 至於海外的朋友 就可以打香港小姐 軒銀區國際電話 投票線90030297 唯一公平起見 每一條電話線 只開著兩次有效投票 而喜歡玩網絡的朋友 可以在香港小姐 興層區網絡投票站 投票 網址就是以下這個 以上三項的投票 只要你們選出瑞士冠軍 就有機會贏取 總值港幣36萬的獎金和獎品 好了 今晚的時間差不多了 明晚有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不知道哪位能夠成為 回歸之後第一位的香港特區小姐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又保持一下 留意當晚香港小姐的總決賽 就知道 對 去玩玩 好了 如果對我們節目有什麼意見 或者想提供指導給我們 除了打熱線之外 還有一個辦法 對 可以用電腦網絡的電子油箱 寄給我們 這個就是號碼的 很方便 我們明晚同樣時間 繼續盛子追擊 拜拜 拜拜